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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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二晚上10時 欲敏匯客室 陳中有共,劉夢雄 香港來講,你想想 回歸以來 中央沒有要求我們 上繳一分前的稅收 沒有要我們負擔一分前的駐軍軍費 2003年我們經濟畢竟 民生困苦的時候 又推出了自由行 司柏安排,大型國企 來港上市,以及人民幣離岸服務 服務貿易自由化 一系列的挺港維港的措施 現在這個世界 跟這件事是很不同的 第一,你自己以前是閉關住手 那甚麼都不關你的事 你一打開門,或參加世貿 你又要搜索別人的遊戲規則 對吧?你又要取得好處 你又不搜索別人的遊戲規則 不直接這樣 一方面說馬克思是對的 是吧?消滅私有制 一方面又說私營企業 這些是我們自己人 那我問你了 但是你習近平… 哪一件事? 習近平在11月份都見過 那些所謂開過私營企業 甚麼私營財產 就是在那個座談會 那個私營企業 是我們的自己人 但是你又說馬克思是對的 公有制為基礎 公有制為基礎的私營經濟 對 親中有共,劉夢雄 下星期二晚10時 myradio.hk 玉敏會客室 千萬別錯過 天地有正氣 你們兩個混蛋,壞到鼻 獨立思考 思考獨立 一個時機 卷土再起 天地有正氣 主持 搖冠東 阿雲 現在來到第三節 天地有正氣 先帶大家招呼 大家好 我是這次客席主持 陳家輝 開傳導 我當你開傳導 阿雲 阿雲 會接替即將 暫別我們的 阿雲 阿雲 因為工作太繁忙 將會暫別我們天地有正氣 一段日子 這裡 借個機會 非常多謝阿雲 大家敢 接下來 阿雲 會接替阿雲 出任天地有正氣 新主持 希望 阿雲 大家努力一點 希望 可以將一些 好一點的節目 繼續 令節目質素越來越好 上一節 講到 朱凱迪 DQ 事件 一如以往 大家開始見怪不怪 是無端端一個政務主任 一個選舉主任 一個選舉主任 可以 隨自己的起戶 判斷 自我感覺 我覺得你好像是會有港獨的傾向 什麼都可以 亦都可以 基於Facebook的一些言論 就是判斷你的人 例如 判斷你的人是否支持港獨 或者你的政治立場 大家都知道Facebook是怎麼玩 其實你寫什麼都可以 也不代表你的言論是真的 有時候寫曲的東西 我明天可以寫 我支持中國共產黨 也可以 或者我明天我寫 我反對中國共產黨 我愛林鄭月娥沒有問題 社交媒體 本身它出現的時候 就不等於你 你一定是 必要寫老實話的地方 現在 朱凱迪參與 這個亨發選舉 那就失敗了 亦都被DQ 很明顯他將會參加的 區議會選舉 都會很大機會被DQ 因為基本上 他還要不提供一個 不提供一個 被你抹掉 或者怎樣才可以改變你的 抗辯 沒有公開的抗辯 亦都沒有一個第三方的裁決 當是法院的裁決 裁定你有沒有支持港獨 裁定你有沒有違反 負不符合那個資格 這個絕對是由一個 濕溝政務官的決定 這個本身已經是方天下之大謀 到今天 到今天 你這些 所謂的泛民主派 你這些所謂的朱凱迪的同路人 除了出來屌你齊聲譴責 齊聲一點點 舉牌 舉牌之外 有沒有實質的東西 是去follow up這件事 又是沒有的 要做一早做了 之前DQ了那麼多立法會議員 完全都是沒有跟進過 無論由DQ劉小麗到DQ梁柔好到再之前DQ梁天琦 陳浩天他們入閘好 這個已經是根本上是一個有篩選的選舉 而最好笑的是篩選 一般來說 如果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的篩選 行政長官本身在基本法上面寫 已經是一定是有篩選的 是有一個叫選舉委員會的物體 是有一個推選委員會的物體 這個寫在基本法上面 這個當時 在雨格的時候才說 我們要爭取一個沒有篩選的行政長官 我要真普選的 我要真普選的 現在為什麼你們這些泛民的人 不能再說我要真普選呢 因為你們現在的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都已經不是真普選產生了 所以你們怎麼敢說你們要真普選呢 你們的身份本身都不是真普選 現在各位香港市民 我麻煩你們你們 現在的選票 在爭論 爭論不支持李卓人 爭論你什麼黃絲藍絲 爭論你什麼本土派 照老派 爭論你什麼 你這個選舉根本就不想民主 你這個選舉 現在本身已經是一個有篩選的選舉 不然你就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同樣一個劉小麗 一個李卓人 為什麼劉小麗可以DQ了他 李卓人可以繼續選 你可以解釋給我 同一個黨的 同一個黨的 對 同一個黨的 政治理念10坡是一樣的 例如朱凱迪 你說他屌你老尾 他可以宣誓做了立法會議員幾年了 而他做立法會議員的期間 是出現過DQ的 出現過梁國雄 劉小麗 梁柔 還有姚從嚴 出現過DQ的 他簽了確認書 他可以選立法會 為什麼現在他突然間 又不可以選鄉郊代表選舉 這個是不合邏輯 好了 你當他不是 他那些言論是一直都這樣說的 是不是 是一直都這樣說的 為什麼他真的不合邏輯 這件事 其實呢 甚至乎你再推遠一點 他宣誓他都有加料 他宣誓都有加料 為什麼又不DQ他呢 其實整件事 我覺得可以從各方面看 一 自決是否等於港獨 你都講過 人是要自決的 是不是 那為什麼自決這個概念 就不行呢 第二就是 我覺得這個選舉主任 是港女來的 港女來的 覺得是就是 簽了確認書 但覺得你不真誠就不真誠 不可以這樣 好像這個兒子來的 陳志雲 這個選舉主任 這個選舉主任 就叫做袁家樂 你看他的樣子都很厲害 他就很像 一個名人商業電台的 陳志雲先生 很像 我覺得他是學他的 他覺得陳志雲 他的笑容也很像 很像陳志雲 他的笑容也很像 其實 怎樣呢 我覺得 既然 政府 亦都很搞笑 林鄭就說 這些 和張建宗 都不約而同 說這個是選舉主任的決定 即是跟他們無關的 是不是 怎麼會跟你無關 你為什麼會是選舉主任的決定 射下去 但問題是 你們根據什麼條例 可以讓他這樣做的呢 為什麼又是他決定 不關我的事 而張建宗更好笑 他說 大家不要把這個鄉郊選舉 搞得太過政治化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政治的選舉 不論政治化 怎麼會是威化 不消化 鬆化 不鬆不鬆化 不政治化 政治的選舉 不論政治化 怎麼會是邏輯 我覺得張建宗是智障 你明白嗎 前幾天我又很不小心 我又去了一個活動 那個活動也是張建宗主持的 做開幕的 做嘉賓 speech 那樣子說話很像智障 他是去一個類似飲食業的 什麼 他只是感謝一間 他又說 我們廣珠澳大橋開了 很感謝什麼什麼集團 提供這個 擅食餐飲 令到我們 在港珠澳大橋工作的 紀律部隊人士 就有飯吃 這個是你政府搞得不好 屌你老母 你連你的公務員 你的伙計 屌你老母 吃飯的問題 你解決不了 屌你老母 是不是 為什麼要 某間茶餐廳集團去解決這件事呢 而不是你政府應該屌你老母 以前英國人開的所有政府機構 無論是社區中心還是什麼地方 總是有一個餐廳的 一定有 甚至乎 例如一些口岸 特別因為其實人工島都是一個口岸 港珠澳人工島 但其實你對比例如 你落馬洲 又或者可能是深圳灣 這些口岸 其實每一個口岸都設有一個餐廳 可以給當地的入境處的職員 或者是一些警方的職員 可以進去吃東西 聽說你是上山下鄉的工作人員 沒錯 周圍走的 輝輝的工作是一位土木工程的人員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我借這個機會 要表揚一下輝輝 她的工作原來是跟道路 平時路政處都有緊密的合作 很多整路收路 整路的事情 總之跟道路路政有關的事情 她不是政府機構 她都是阿輝輝的工作範圍 山竹雜港之後 巴士就走不了 她原來是有份 率領工程車 一直沿著巴士線 那條線嗎 那條路路 一直沿著樹 她要走回來 她一直沿著樹 我問她 這些是否政府官員 當然不是 是她自己 是沒有的 她自己要決定 跟巴士人合作 那條路 可以 我開黃色車 你要走那條路 她一直沿著 所以 都辛苦她 在山竹雜港之後 今次今日都沒有完 實在太多 所以 你是正式修橋整路 沒施鞋 在台外話 回到鄉郊的選舉 朱凱迪 很大機會 就會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跟自決派 其他例如 劉小麗 一樣 都會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可能你在Facebook上面 說過一些事情 你一輩子了 對不起 就是這樣 所以 接下來 2020年立法會選舉 或者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真的很想看看 那些選舉主任可以做些什麼出來 所以 既然他來一個大型的選舉 2019年的區議會 2020年就是立法會 有人真的要提出 要修例 或者要搞選舉法 還是怎樣 DQ法 應該是DQ法 DQ合法法 基本上 既然是這樣 我就不反對 如果要就DQ你立法 那你不如立法例 法院判 你寫明幾 100條條款也好 50條也好 你寫清楚一點 衰邊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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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再進入選舉程序 到他真的受理的時候 已經屁股了 下屆 下屆 現在政府就帶頭轉這個法律 所以才會有選舉主任的制度 而這個選舉主任是沒有制度的 不知道是怎麼變出來的 所以你這群這樣屌你老母子犯民主派議員 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做放下手上的一切 去打探到底你能不能夠入閘 你今天就說去自決 他日 你所有的支聯會民主黨都不能入閘 你要中國大陸放棄一黨專政 那你不違反中國憲法 你完全違反中國憲法 就是你推翻中共 怎樣結束一黨專政 中國現在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那你結束一黨專政 是否就是推翻共產黨 你推翻共產黨 是否就是屌你 不違憲 那你怎麼能夠入閘 在理論上 你是不是分裂國家行為 煽動顛覆 就是什麼煽動 那些什麼東西 那些支聯會的黨綱 其實都是不能夠入閘 而你不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理論上你不能夠入閘 甚至乎他把那條線 隨時加下去都可以 加下去 現在是任劃的 你想想 十年八年前 他不會說 港獨是一個不容觸碰的禁忌 他都是近一兩年才出現 可能過了三幾年 民主自治都不行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全部民主派 我們不要叫凡民主派 我們叫凡派 那你說自治行不行呢 你說真自治行不行呢 港人自治 高度自治 有在裡面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自治其實都不是法的 是不是 因為你根據基本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香港所有的立法會議員也好 區議員也好 你都要交給中央去決定 是不是 你都要中央去 中共中央去決定 人大批了你 你才可以是一個議員 理論上他有 他所謂的全面管治權 講來講去就是這樣 他是有權不批你的 那哪裡是自治 那就是違憲 那什麼是自治 自治都不合乎 不合乎這個基本法 是不是 說兩句而已 自治都不能說 什麼都不能說 所以整條DQ法 可能是好的 你什麼都說清楚 又或者像你所說 你交給法院判了 OK 有人就說 Persy 糟了 我爆了他的真名 這是我的朋友 Persy 這個Run H Percy 都說他是一位律師 他說涉及政治 法院都信不過 這個有律師牌的 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 這個人有律師牌的 這個人有律師牌的 現在很明顯 大家看到我們的所謂法院 現在三權合作 就已經成功落實了 香港已經三權分立 已經從此再不存在 各位 是不存在了 是不是 不存在了 現在法院 你覺得好 完全是司法獨立 就獨你 在想 哪裏獨立 你看到那些法官的判案 怎麼獨立 那些法官本身的背景 都不獨立 是不是 現在法官都說要上去學習 什麼東西 中國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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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什麼 現在是三權合作 現在是三權合作 成功落實 是習近平治下的香港 三權合作就是落實了 是不是 This is the presidency of Hong Kong Under the rule of presidency 香港現在變成這樣 三權已經全然合作 一件事 三權已經完全合作 甚至乎 其實他現在 有部份的議員就DQ你 未DQ過那些 找警察抓 是啦 首先DQ這件事 我再報一下他的立場 除了剛才他不知道基於什麼 發生之外 其實是一個行政機關干預 一個其他民選機關的選舉 也是行政機關干預立法會 由立法會開始 是干預立法機關的一個 很惡劣的先例 剛剛就是阿輝輝所說的 就是現在竟然你在立法會裡面 又問那一個離婚 即是妳只不過是抗議 有一點的肢體抗議 這樣一點這麼齊 誰是堅堅 而我不知道是誰 民主黨的 那個肥堅 尹兆堅 還有四眼亭 以前做廉政公主的林卓廷 搞到新東黨部一拍糊塗的林卓廷 搞到民主黨的黨員要集體 前線的集體退黨 為什麼呢 林卓廷要鑑操要自己 持著自己 加入了民主黨之後 他就鑑操說 我一定要選新東的 令到本來在排隊的新東 就不能上去立法會 那些明日之聲全部都排了很久 尤其是前次有幾個 有幾個在排隊的 那你有個林卓廷 我怎麼拍照呢 林卓廷當年在2016年的選舉 就鑑操 橫空出世 令到黨內新東有分歧 還有些洗橫手的 有些小手段 令到很多新東的區議員 或者新東的民主黨黨的人 嚴重不滿 導致到這樣 那就好了 林卓廷就在議會 和尹兆堅 一地兩檢方案 就有少少的肢體抗爭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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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保安的戲也很浮誇 即是黃碧雲 哎呀 那些就沒有陰公了 就被梁君彥報警 警方就 預約拘捕 我首先不知道什麼叫預約拘捕 其實不合 我在無數集數 以前東平州也好 現在天地有政喜都說過 什麼叫預約拘捕 你拘捕你就拘捕 夠了就拆除我 什麼叫預約拘捕 而最好笑是什麼 預約拘捕你又肯去 你明白嗎 連語意的邏輯都沒有 有語病 拘捕就是包含了 有一個力量是要拘捕你去 拘捕你 拘捕你 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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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捕是要找他出來的 拘捕 拘捕 拘捕就是 在拘捕後 我拘捕你 我拘捕你 有拘捕的意思 即是我找到你了 我現在拘捕你 這樣就叫拘捕 預約拘捕 預約這個詞語很搞笑 不是 預約這個詞語是 好像是主動 我約了你了 我好像請你來 這樣 而一個比較正面的詞語 後面又一個 比較負面的詞語 究竟是怎樣呢 那就是 原來我發現不是 預約拘捕可以的 我拘捕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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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我拘捕你了 我就會做出一些決定 對你很不利的 你到時就來吧 所以只能夠在香港發生 即是預約拘捕這件荒謬的事 預約拘捕了他兩位 尹兆堅 還有林卓平 民主黨黨籍 尹兆堅就在這個 職格開記者會 就留了兩句馬尿 你說一下他們是怎樣 其實呢 看回他們當時的影片 尹兆堅首先 覺得控罪感到很莫名其妙 就說自己其實是被保安捉住一隻手 然後才被人趕出去 所以其實襲擊 根本就是調轉了來說 我從今天看回當日那些衝突的片段 其實他也算說得挺對的 他基本上都是整份東西 你知道他身形都有回到一段時間 一刻被幾個人夾 九牛二虎之力抬他出去 那類近的呢 其實林卓平 不過林卓平其實也是說 如果今次被定罪 日後無論這個立法會主席 作出多荒謬的裁決 我們都只能夠默默接受或者自行離職 那是這樣的 那你還可以 你怕被人拘捕就是這樣 什麼叫抗爭 抗爭都是要有成本的 抗爭有成本的 如果沒有成本的抗爭 就不用擔心抗爭嗎 你老闆 對不對 你要瘋狂瘋 你現在說的是議會抗爭 支底抗爭 你當然要承受被人拘捕的風險 這是當然的 如果你怕被人拘捕的 日後你所謂抗爭的 你就好像後衛 怕多打手那樣舉高手 你用足球就對了 你做後衛的 屌你老闆 你就要屌你 剷人一定會斷腳的 會有機會 你進攻可以的 你帶著球打算射球的 屌你老闆 你見到後衛都剷起來 你不縮腳就一定會出事 但我要勇往直前的時候 我就不理得那麼多 被剷腳收散都要的 這叫風險 這叫成本 一定要的 做任何事情都會有成本 怎麼會沒有呢 你瘋狂刷線 屌你老闆 我們以後抗爭怎麼辦 所以你民主黨 你就沒有用 我告訴你 你就按屌刷 尤其是你做過廉政公署 你撿過法 你都知道 這些事情 而且我覺得他們倆今次蠢 你早就知道保安會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玩大一點 而且你講這些事情 最低B的是什麼 你倆賊頭 最低B是說 在爭論 我的動作不是什麼 你不爭論是爭論的動作 現在是爭論整個行為的不義 你都白癮痴 證明什麼 證明你們這班人 不覺得保安的執行 不覺得梁君彥 或者趕你出去 這是不義的 你不覺得這個行為 你們完全 承認了這些行為 重點錯了 對 重點錯了 你也不是借機 說回一地兩點 有多不公義 所以你去抗爭 你不是說這些 其實我的動作不是這樣 所以 靠你這班人 爭取二十年 就得局吉 你這班 我告訴你 你倆是 你倆是被捕 白癮痴 你白癮就被捕 白癮痴 我告訴你 這些人我不會可憐 我告訴你 這些人我不會可憐 為什麼 本來 你被不義的拘捕 我的立場 我都會支持你的 為什麼我不支持你 想當年梁柔 如果你想想 入議事宣傳的時候 如果你想想 一樣是被保安攔助 一樣又和保安有衝突 有沒有出過半句聲 有 立即割席 有 立即割席 我們不支持暴力的抗爭 我們不支持所有的抗爭 我們都要講求和理非非 合法合情合理 我們都要合法的抗爭 是林卓廷親口說的 現在好了 當所有抗爭派 抗爭派 反對派 真反對派 都被割走了 被割走了 DQ就DQ了 離開議會之後 剩下你們那些抗爭 沒有人再在你前面擋 沒有人再在你前面打前 你們就是割你 守最後一排 要罵就罵你 這個是說了無數次 希特拉西納水黨理論 今天你不出聲 因為不關你的事 今天你不出聲 不關你的事 到最後就是關你的事 到最後你整個民主黨被DQ 剩下的條件是怎樣 民主黨不DQ 然後中聯辦就會跟你談條件 中共就會跟你慢慢談條件 在2020年的選舉 他就正式把你民主黨 公民黨也好 什麼工黨也好 正式 變成政治花瓶 將你風光大撞 所以 接下來這一屆的立法會 已經在走這四年 就是立香港立法會 澳門化 整件事 就是把香港的立法會 澳門化 這個就是整個工程 中共的工程 中共的工程 中聯辦的工程 就是要將你立法會 澳門化 什麼叫澳門化 什麼叫澳門的立法會 澳門的立法會 有一班民主黨 有幾條 幾個 兩三 好像有四個 但是他有幾十個人 三十個議員 裡面有三四個 完全影響不到大局 但是放在這裡 一樣 繼續發言 又罵政府 一樣繼續發言 又罵反對派 又罵建制 一樣 但是他完全沒有任何權力 完全阻入不到任何大局 完全影響不到施政 但是有一班人在這裡 現在接下來 香港的立法會 即將變成這個 香港立法會 澳門化 就是這樣 將你這班人正式變為 現在還未的 將會的 其實也是 本身都是政治花瓶 楊岳橋的不是政治花瓶 扭頭零計 我又罵你了 幾人意證言辭 他又罵你了 說說說說說 現在罵你了 朱開直給DQ 說說說什麼 你們這些 林卓廷 你有沒有據你力爭 現在你們這些黨友 所謂 林卓廷 許子豐 鄺俊宇 許子豐 鄺俊宇 全部都是來的 李卓人 真的做事 我對尹兆堅 和林卓廷 一向都沒有好感 你說鄺俊宇 和許子豐 都可以的 我不會因黨肺炎 我不會因人肺炎 我是因黨肺炎 所以你看到 你當初說 暴力劃清界線 現在就告訴你 這些動作都不行 你坐就快來 你坐得不好 你的坐姿不好 都說你不尊重立法會 然後趕你出去 一樣可以的 死了 都一樣可以的 仰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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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的 仰衰 仰衰 不會 沒有人仰衰 是葛珮帆的 梁美芬 葛珮帆的 仰衰 是合理的 是正方的 合理的 你坐得不好 或者大聲一點 說話都不行 其實是任玩 你大聲說話 你不尊重議會 你不尊重主席 趕你出去 那又可以 在一個這樣的議會 除了總辭 你還有什麼下一步 你還有什麼希望呢 除了總辭 不是啊 然後 尹兆堅還是哪一個 有一條法文 在Facebook上發文說 如果總辭 什麼都可以過 幫了什麼 叫人總辭 那些都低能 政治幼稚 你現在尹兆堅 你就政治幼稚 你就幼稚到被人抓 現在都可以過 那些甚至23條議事規則 全部都可以過 現在根據現在的票數 已經過了 你說什麼 你是不是失憶 你那些民主派 已經沒有人了 今時今日 如果連朱亥迪 也有少一個 有少一個 所以 你當日 在劃清界線 當日你們 不出手 現在你們 有什麼糟糕的 就是你們 自食其果 是因果 所以 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 身處香港 一個這樣的環境 你想想 今集節目 我們講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荒謬 全部都是荒謬 一個香港的前問責官員 特區政府的高層問責官員 眼科醫生 現在即將面臨65年的刑期 在美國 是因為賄賂非洲總統 其中一些非洲總統 以及非洲國家的官員 而被美國政府拘捕 現在即將面臨65年的刑期 一個香港的官員 現在是 原來是牽涉在貪腐 還要賄賂非洲總統 什麼糟糕 你們以前有沒有想過 一個 中國最巨大的手機 華為 華為手機 華為手機 竟然原來 是 撻咎人家 美國政府的 科技 拜給人的 無端端 現在 習近平是會 比清朝更加喪權欲國的 所謂城下之盟 對不對 即是比起清朝 五口通商 現在是全國通商 是沒有割地 是差割地 快的 快點割回香港 華為官都有 快點割回香港 其實也會割地 可能割他藍沙那些 可能有割地 馬底割很多給俄羅斯 暗藍都割很多給俄羅斯 很大幅 所以說到喪權欲國 你中華人民共和共產黨 你不能是喪權欲國 人民又死又喪權欲國 比晚清更不堪 這個政權 不過好 不過過癮在 中國人民不反抗 中國人民不反抗 我們就無謂出聲了 別人的家事 關我什麼事 深圳河以北的事 關我什麼事 深圳河以南 都是這麼荒謬的 你現在所謂的立法會議員 或者政要也好 政棍也好 是為了一個 一個屌你 一個有篩選的選舉 一個完全荒謬至極的選舉 而在那裡嘴巴閉 甚至乎要用美黑鍊 不要DQ我 甚至現在是行政機關 粗暴地干預立法會的運作 正常運作 亦都屌你 龍門可以印判 龍門印判 一個政務官 可以決定一個人 一個香港市民 能不能參選 你們這些 不能荒謬嗎 這些不能反民主 這些完全一點都不民主 是完全是反民主的事情 你們這群人 有沒有出過半句聲 我們香港人又可以怎樣 你們都不出聲 我們屌你又怎樣 我們集會被拘捕 有非法集會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非常鄭重地道正阿雲 一直以來在這幾十集節目 對於感謝你的努力 大家一定會再見 你有什麼說話 跟網友說一下 怎樣也好 前路就很崎嶇 但是不要放棄 香港是我們家 你說完這些 令人家很難過 有什麼難過 不要放棄 這也是我們天地有正氣的終節 祝阿雲未來的事業順利 大家一起好運 希望香港有明天 下次有空回來探望我們 有空回來做嘉賓 客席嘉賓 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下星期將會有我和阿輝輝 主持天地有正氣 希望大家多多繼續支持 最重要是課金支持一下 我們的節目經營很困難 大家支持 今天天地有正氣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